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琴固中之计啦 话说 诸葛亮曾经率领军队南下平乱 打听到当时南方有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叫做曼获 曼获不单止在族中有威望 还可以令汉人督应配他 看来都是一个人才 跟我传令下去 立刻派人在山谷之中埋伏 将曼获引入山谷 我要活捉他 让我想想如何令他诚心归信属国 帮我平定南方 我军已成功山琴曼获 敢问丞相想如何处置他 但他想前见我 你就是曼获 你愿不愿意投降 哼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只会用阴招 这就想我投降 不用质疑 哼哼 既然你这么不服气 那我就放你走 你回去避好兵马 再跟我一决胜负吧 那问丞相 为什么要放走曼获 那还不是等同于放虎归山呢 如果将敌人迫到无路可走 只会遭到反批 相反 被敌人逃走 反而可以削弱对方的气势 我们以退为尽 放他回去之后 会派兵紧密追踪 慢慢消耗他们的体力和斗志 等到敌军兵力分散 私心低落的时候 才再去抓他们 这样 自然可以轻松取勝 这招就是欲及故众之计 在之后的对战之中 曼获多次成为诸葛亮的手下败将 但是每次被诸葛亮捉住之后 诸葛亮都会放他走 曼获就是这样 被捉七次 又被放走七次 和承相大日七秦七终都不杀我 我已经输了 南忠各部愿意归信属王 以后任凭承相差弦 那问承相 为什么要欲及故众 不直接大军压景平定南忠 平时行军打仗 必须要行事果断 但南方山高老险 强行发兵攻打 只会导致南方暴族 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半年 所以我才会特意用 玉琴故众之计 来招揽曼获 只有令他心悦成福 才可以协同南忠各族 一起归信属开 这样才是彻底 平定南方的长久之计 诸葛亮真的很有软健 为了令孟岳心悦成福 而特意先放他一马 透过玉琴故众 兵不血人 便平定南方叛乱 三国时期有这么多经典战役 不知可不可以从中学 其他三十六计的妙策呢 当然没问题了 下次就召唤曹操 让你见识一下 其他三十六计的威力吧 分次就召唤一 感谢观看